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6月29号 昨天我们视频里说,狗庄还要继续洗盘 上方就看62,500 下方关键的支持位,看6万是吧 今天凌晨果然最低又跌到6万几个地方了 现在正在反弹 6万这里已经触碰了两次了 如果按老规计的话,第三次是很有可能会跌破的 目前比特币占不上6万3600的话 就依然还是一个下降趋势 看样子多军连一点反攻的想法都没有 那狗庄会不会在周末时就跌下去呢 再次跌破6万的话,目标是哪里呢 还有没有机会从这里就直接反弹呢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廷阿菲罗 他在今天凌晨的时候说 一个被高度操盘的山寨币 他说的就是LFT这个币 想派发就派发,需要理由吗 一般这样操盘的都是中国的庄 拉上去直接一条线砸下去 估计还有很多人空头没解锁 接着在今早3点半的时候他说 平行底跌破,大概率的事情 他说的平行底就是6万 接着在今早亚洲收盘之后他分析 0.618,0.66还差一点 但之前平行底出现了跌破收回 好,这是提阿菲罗提大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平行底是6万 比特币上边沿走的一个下张趋势线 会在这个三角区间内震荡然后出方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Jason 他的昨晚焦点半的时候说 今天做多的想法 就是让大家在60664到60900这个区间范围内去开多 最终警卫放在6247 他认为比特币走的一个收敛三角震荡 比特币如果反弹的话可以在62300开一个空单 止损放在62600 最终警卫放在60800 接着他分析 这是一次摇摆或者点球大战 看涨因素 我们看到了宏观区间的底部 我们在日线上有隐藏的看涨分割线 而且卖的非常多 我们处于宏观上升趋势中 收益是风险的3.5倍 看跌因素的话 月线和日线区间顶部出现了看跌背离 更高的TF闲述出更多下行潜力 随后他分享了一下这个长线看多计划 就是在57800到61400这个区间范围类开多 最终警卫放在73900 如果跌得更深 可以在52000到56500这个区间范围类开多 最终警卫放在69000 好这是Jason的观点 相当于Jason认为目前比特币只有这几种可能性 58000这里是个坎 如果跌破的话看53000到56000 但是跌完之后都看反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Jason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Eager 他在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进行了直播 他说比特币目前重要支撑位 6万美元附近 这是一个关键支撑位 也是CME期货的缺口所在 58000到57500美元区间 Eager认为这可能是失败的拍卖区域 重要阻力位在62,340 昨天的高点 也是ETF的高点 200日均移动平均线 目前在61,000美元上方 是一个重要阻力 交易策略 等待POC数据公布后的市场反应 数据公布在美股开盘前 这给了交易者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价格走势 关注价格能否突破当前的横盘区域 Eager认为横盘时间越长 突破后的走势就越强 警惕假突破 Eager建议在突破确认后再进场 不要急于抢占先机 关注CME期货价格走势 因为它可能会比现货交易走势更清晰 结合股市指数 如纳斯达克的走势来判断比特币的方向 Eager认为整体趋势仍然看涨 但需要突破当前区间才能确认 交易者需要注意月底 还有新月初时间点 这一时候通常会出现大的行情 要关注深度图和订单流 以判断大资金方向 好 就图表冠军Eager的观点 六万这个支撑尾 他跟Denning一直在提是吧 大驱市场他仍然是看涨的 无非就是要先确认突破 他认为在这个区间内震荡时间越长 接下来反弹的力度就更大 并且要注意一下这几天 月底和月初很有可能出方向 华尔街周末放假已经放了好多天了 这周会不会搞事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大漂亮 他的金牌分析师Terry 在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昨日收量反弹 目前围绕EMA军线指代夫整理 短线虽然有反弹 但仍然受制于关键压力 六万三以待存在多重压力位 EMA均线加下降趋势线 加下跌起点 仍可以关注此位置的做空机会 四点走势 六万二千五百附近压力在近期多次触及 但价格位于此位置的K线多数存在上一线 显示此位置的压力较大 短期走势 关注四点图 短期EMA均线对价格的压制情况 此位置同时位于 斐波拉西00618的翻转关键点 需要关注 即便突破六万二千五百 后市仍需要关注六万三强压力位的表现 除此之外 还需要考虑门头沟事件对比特币潜在的利空影响 交易策略 六万三附近做空 止损六万四 目标六万二 六万一附近 晚间有重磅数据 可重点留意相关机会 即时策略以相关提示为主 好 这大漂亮近百分之30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上方压力位在六万二千五百 突破的话还是要看六万三那里的反应 止损他放六万四 说穿了就是 比特币必须站上六万三千六百之上 才能继续看涨 能突破六万四千四百 接下来就是一马平穿 我们这口号已经喊了几天了 说不准狗庄直接一波反弹 拉到六万七去呢 是吧 给我们一手面子 别折磨人了 受不了了 现在市场上的交易量是三月份的五十分之一 很多信任都拜拜了 狗庄你还要洗盘到什么时候 真的不能理解 大漂亮特地的分析剧有观察还不错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Lanceport 他在昨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说 MKR在这个SR级别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当他们这样迅速开始时 感觉很好 相当于Lanceport认为MKR的关键位在2.25 之前他让大家在这里抄底 目前反弹的还不错 然后就是ETH扫过上周的低点后 交易量上升至中段 Lanceport是用12小的图看的 大时间快来上来看 以太坊走了还算比较健康 一直在3350到3650这个区间范围内震荡 再就是SOL 下方支撑位是132 但SOL也以干净利落的方式上升至上周最高点 总的来说 这些走势都很干净利落 能抓住这些走势让我感觉良好 我们看涨所有这些上周低点的扫荡 今天的SOL消息给我们带来了振奋 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周 好这Lanceport的观点 他用大时间框上来看 确实目前走势还算比较健康 没有跌破位 SOL上方看152 再往上看172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Lanceport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GG手VB 他的昨晚7点半说 比特币更新 对投资者的更新没有变化 对于日间交易者和波段交易者来说 今天多头离场价格应该是62,700到63,000 TGIF今天的飞波拉击指数 在20%到30%之间 加拿大国内生产种植增长 这个是好消息 价格指数低于前值 也是好消息 收入增加 同样是好消息 个人支出超过以往 还是好消息 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请忽略这几周的暂时波动 这是给投资者的消息 好 都是好消息 然后比特币跌了是吧 比特币的庄就是个狗屎 利好都能跌 继续洗盘 美股涨你跌 美股跌你还是跌 你真的是个跌啊 接着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说 这是POC的范围 再次做空的好区域 你可以从60800这里做多 我想直接跳过这个多单去开空单 如果你想做SOL会更好 他们的波动会更大 本周末避免做空ETH 还有跟他相关的代币 由于炒作 他们可能会从这里直接拉升 然后在今早5点钟的时候 他嘱咐 请在58888处 为比特币设置限价多单 如果本周没有 下周应该会有 好 这区块链区去守VV的观点 同样 都是看回调之后反弹 VV让大家揭桌的地方是 58888 因为现在大时间框上来看 依然是看涨的 比特币并没有跌破位 再也就是本周末 不要做空以太坊 他认为随时有可能 炒作以太坊开始拉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V的观点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1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空的人比开多的人要多 装量涨到61900 就会把大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空军量能最高是2.7M 装量涨回60600 就会把这坨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是2.3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目前价格附近 开空的人比开多的人要多 装量涨到64500区 就会把大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空军量能最高只有2.3M 不算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OPTI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开空的人比开多的人要多 装量涨到3460 就会把大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空军量能最高2.5M 下跌的话跌到3360区 就会把大分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只有2M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爆完图 目前价格附近 开空的人比开多的人要多得多 这头空军的爆仓位在3480附近 量能有3.1M 今天的恐惧贪婪指数又30了 说明狗装的回调是很成功的 把很多人都跌怕了 总结来讲 狗装现在确实是在不停的洗盘 市场比较乐观的情况下 它稍微一跌大家都慌了 今天的视频重点 主要说了一下英文大佬的观点 大家可以注意 其实英文大佬们普遍是看涨的 跌的话跌不深 综合一下观点 已经到月底了 得注意一下狗装会不会在这里搞事 还有就是周末不要做空以待访 是吧 空的话去空那些狗装跑路的必要 收益会更大是吧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时事爆弹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